時下流行詞小確幸 代表日常生活當中微小 但是確實的幸福 就連行政院長將一話在立院執行的時候 都說政府應該要創造 民眾更多的小確幸 而現在網路紅人蔡亞嘎 利用這句話當作題材 他推出是Cuso短片諷刺政府 就說政客應該要給 大確幸 買不起的高檔品 在網路配音樂上買 搶到特價好康 真的是小確幸 蔡亞嘎的小確幸 你贊同嗎 現在這句流行詞 連行政院長將一話都學會了 我完全贊同 就是說從我們一般民眾的小幸福之所在 來思考這整個制度的問題 蔡亞嘎最新Cuso影片 就是在諷刺政府物價壓不低 薪水提不高 說好的小確幸 不顧用也感動 現在感受不到小確幸 我們要大家都拿得到 大家都公平都有的 現在新鮮人 譬如說就只有24K 23K 政府應該可以做一些補助 或幫助來幫助我們 達到小確幸的 你要拿給你小確幸 我如果一大集 我就大確幸 你這樣小確幸 你不要拚緊張 你不要這樣拚緊張 你不要這樣拚緊張 小確幸 你怎麼拚緊張 你這樣小確幸 你怎麼拚 我真的要大確幸 我還要拿給你大確幸 我小確幸 將會口中政府要給的小確幸 或許真的太小 民眾實在無感 也難怪蔡亞嘎要開口 可以換大確幸嗎 記者王彥均利明珍 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王彥均利明珍